我把这个delete掉了 好,那再来的话,姓名、性别,这两个是文字 那普通这些的话就是数字,这个也是数字 这个也是数字,这个也是数字 当然它是金钱,不过我建议各位,它有个货币有没有 那货币我建议不要用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跟其他资料库要交换资料的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建议还是用数字就好了 那最后呢把它存档,它的资料板名称叫什么呢 资料板名称叫做这个名称,叫保险 千万不要存错,存错名称的话就很麻烦了 不对,这个是保险 OK,好,储存确定,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要我们有没有组缩影的不要,否就好了 OK,那直接关闭,这地方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里面的话呢,现在就没有东西 空的 那我要VBA里面的东西要写到这边来 第一个要先建立我们的资料库 建立好之后呢,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呢,我们的程式是这边有产生一个MDB的 一个DB1.MDB 那我就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的目录里面 那我因为我放在这个目录,所以我就把它搬进去 搬到同样的目录里面 原来有一个把它取代就好了 OK,DB1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我就完成了建立资料库 那第二步的话呢,就是直接在那个我程式里面呢 这个记录,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就把这一行程式把它输入上去 那这一行程式呢,我也把它放在最底下这边 所以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可以把这一 不过特别注意,它因为长度的关系 它变成两行了 所以你要call的时候呢,记得要call到这边来 也就是说利用ADO新增资料 分别把什么呢 我们的sales 就是说利用ADO新增资料 就是说利用ADO新增资料